作曲 李宗盛 其實到這幾年 算是這一年 我才慢慢了解到 我唱歌的意義 以前就是覺得 我想要分享我的歌聲 可是一直覺得我那個快樂 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我為什麼唱歌會這麼快樂 原來我是藉由我的歌聲 可以得到這麼多人的回應 就是告訴你說 其實我在你的歌聲中 我找到了一些出口 我覺得最快樂的是 就是 我發現這個不是一個比賽 這是在一個分享 然後快樂的是 曾經反對你的家人 然後 把他們所有的愛 就用歌聲 用舞蹈 來跟我一起分享 當時做的確定 有些愛越少重力 去越更清醒 和最痛的距離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 阿令 接下來一個小時 讓我分享我的歌唱人生 一起歡迎 阿令 好 不容易喔 歡迎 歡迎 請坐 請坐 哇 今年2015 要敲打阿令在台灣進鋒 真的很不容易 謝謝 好 現在是一連串的 馬不停蹄的商演對不對 排到16年 對 排到明年了 排到明年喔 我們都叫她阿令嘛 但是阿令現在啊 大家都知道參加 那我是歌手的比賽 經過了12集之後 所以家喻 護小在對岸 大家都怎麼稱呼你 你要用河南長沙的 廣大的觀眾朋友們 怎麼樣稱呼你 來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都會說 我最喜歡阿令 凡妮妮 她讓我彈了一場恋愛 大家好 我是阿令 我剛才節目前要看我就說 阿令 你是不是很會模仿 她說是是是 我很會模仿 對 我很喜歡聽他們的一些 就是不同地方的 當地的口音 然後就會學到他們就是 講話的時候啊 可能就是會聽一下他們的一些 方言 就會學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時間 我是歌手比賽 對你來講 不只是最後的結果 你一定從裡面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快樂 甚至你可能累積了很多小快樂 讓你覺得走這一趟 哇 很值得 對 非常值得 一開始是很 會覺得 我要去嗎 我為什麼要去讓自己 被比較 對 會覺得說 已經是歌手了 為什麼還要去 用名次 用歌聲 來去讓別人去評論說 這個歌手表現得好不好 來定誉他是一個歌手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跟公司也有一些些拉扯 就是公司覺得說 你去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可以讓你發揮更好的一個 就是有更多的機會 還有視野啊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就已經就是心裡面覺得 我已經很棒啦 我就是歌手 為什麼我還要去比賽 因為我一直把比賽 放到自己的腦子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跟公司 會有一些拉扯 對啊 所以就有些人生 有些事情 你沒有去經驗過它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事情 就是這個事情 這個名稱的本身 對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一開始我們先講 殘酷的部分 真正的 你經過 在這個階段 然後十年有成 在參加這個比賽 它曾經讓你感覺 殘酷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後面再來談快樂 可能在當下 你就會有一些 名次 在決定的時候 你就會已經覺得 自己已經唱得很好了 但是 還是有人會覺得 今天 你沒有表現得很好 一直在 你的網路上面的平台 一直在 討論你 罵你 就是有一些 這樣子的事情 還有就是 你的工作量就越來越多 跟家人的時間就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還蠻 對我來說還蠻殘酷 蠻殘酷 你上一次有印象 或是有經驗 進入某一類的排名 然後或者我們說 有那種在末段班 最後一名的那種感覺 是什麼時候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 求學的時候 當我們離求學時間遠了以後 我們都會避開所有的排名 對 其實在比賽的時候 有一次就得到最後一名 第幾集那時候 第 前面嗎還是 已經是 第10還是第11了 哇 那個衝擊就更大了 對 因為已經到了很後面了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在想說 我已經準備好要就是總決賽了 就是已經有那種 穩定安定的感覺的時候 就突然 第七名 而且那個是排名的時候 是累積 下一集如果我再成績不好的話 我就是被踢 對 被踢走了 問你那個是真的哭 還是為了 因為你知道我是歌手 他有很多目前幕後的效果 然後去把情感面 放大到極致 所以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我在有一些 就是音樂會上面 演唱會上面 有開玩笑 我都一直就說 我相信台下的你們 看到這些節目 都會覺得 那些觀眾一定是假的 但是接下來我唱這些歌 你們一定會覺得是真的 結果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開玩笑 其實是真的 因為他們現場的音響 跟所有的硬體 軟體 燈光 設備 都是演唱會集的 所以你在唱每一首歌的時候 因為我連在現場 在聽其他歌手在唱的時候 我都有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跟著他們的音樂 他們的旋律起伏 然後就會跟著 好像就是融入到那個世界裡面 就真的哭了 那後來那個晚上 第二天醒來 你怎麼自我建設的 我覺得那 所以我可能真的是太樂觀了 然後 因為我在以前求學的時候 從來沒有拿過名次 那一天就是錄航晚 大概兩三點了吧 就是我只是不說話 因為我覺得已經很累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很像不開心 很難過 就是有的人在旁邊哭 然後有的人還跑進來說 還是我替你吃素啊 這樣子會不會讓你名次會好一點 哇 我就說 也比我那麼誇張啦 我覺得就是還好 因為反而是我在鼓勵他們 對 所以這個過程是 好多好多情感的撞擊 如果不經過殘酷比賽 這些情感的撞擊 或是情感修煉 是不會進到你生命 對啊 所以好值得喔 你還記得嗎 記憶的眼霞 散落在風中的夜 掌放喧嘩的動力 傻呀 登上對岸 我是歌手的舞台 阿玲展現不凡的氣勢 很多人說像女王 草莫文味的經典曲 《愛》旋律看似簡單 其實不好駕馭 因為我會相信你 我害怕面對自己 我的一句 總被寂寞斷視 因為你總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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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總不會過去 過去總不會過去 有種尘埃不是我的 嗓音魂厚雌性 阿玲唱的揪心 讓人感覺 好像剛剛承受失戀的衝擊 情傷久久不散 每一分都有我長安的溫熱 為你去說 有我何不得走 天地搖晃流星 水落苦 快走 完成的再換 寬廣的音域 加上爆發十足的 現場演唱功力 讓阿玲一路過關斬將 是我是歌手 這次唯一緊進決賽的 台灣歌手 即使有壓力 我覺得就是要把它解決 對 因為我明天不知道 會遇見什麼 所以我就是覺得說 其實不要想太多 一直保持著 就是像剛開始一樣 對於唱歌也好 對於表演也好 我都是充滿著 就是期待跟渴望 對 我們都沒做 只是不適合 親愛的 我倒是不同的 最後阿玲雖然敗下陣來 卻在這場戰役中 成了沒有勝出的贏家 以前認識阿玲 沒有也是從我是歌手上認識的 從看來我是歌手之後 我就是她的真愛粉 永遠不會變 阿玲過去在台灣也不是不紅 但站上我是歌手的舞台 激烈比拼 關關難過 關關過 從此阿玲有種一舉成名 天下之的味道 比賽期間阿玲每星期飛到對岸 面對一個個在十三億人口市場裡 大萬級的歌王歌后 一針高下 阿玲內心其實掙扎了很久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為什麼一定要用比賽來定義一個歌手 但是你真的去的時候 可能前面兩集 兩三集 你就會有一點抗拒跟緊張 然後你就有 就會害怕 然後莫名的壓力就來了 而且又是代表台灣 她想挑戰自己 嘗試不同的表演 即使出道十年 依然潛力無窮 就可以唱一些 你可能原本在 可能專輯 或者是在表演上面 沒有辦法唱到的歌 我覺得也是一個 讓自己更 想要去尋找自己 能夠做到什麼 那個壓力跟緊張也是很大的 那個是我最感動的一刻 其實當她一開口唱我就 我就覺得她穩了我也穩 我一個理由忘記 那麼愛我的你 給我一個理由放棄 當時做的決定 有些愛越想抽離 去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離 從大陸再鴻回台灣 阿力已經不可同日而喻 各家記者簇擁 兩岸的媒體團團包圍 而且是 KC的味道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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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商演 跑通告 趕排練 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倍 爆紅 讓阿力必須犧牲和先生 還有六歲女兒相處的時間 更不要說親密的家族親人 保母車上短暫的空檔 變成阿力非常珍惜的時光 你都忘記阿姨阿姨哭哭 以前都是阿姨照顧你 你媽媽出去的時候都是阿姨 平衡感兩分 愛情能對抗不安 平衡感 新專輯裡的主打歌 平衡感 由阿力自己作曲 描述的就是都會女子 在忙碌生活中 家庭事業難以兼顧的心情 就像我現在 連跟家裡面的人相處 可能就是像這樣 就可能在工作的支援 爸爸還特地來 對 爸爸也來 因為他剛出院嘛 所以就想說 可以讓他跟著我們一起 跟著阿力跑行程 顧前顧後的老爸 是阿力最大的精神支柱 其實在警戒服務的爸爸 當年非常反對女兒當歌手 婦女兩人的關係 一度降到冰點 我們家族從以前不是當公務人員 或是我不希望我的子女是走 像一般的人所謂的花花世界 所以說 從小時候比較反對她走這個 這個演藝的事業的 然後兩個人 祈福好像吵得好大聲啊 當然了他爸爸一吼一下 我們都不敢 都不敢開口 他也是一樣 他覺得很難過 他就馬上衝出去這樣 阿力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努力證明自己的堅持 今年 他邀請父母親一起站上舞台 這一刻 是全家人最驕傲的難忘記憶 一唱到你呀 就讓我快樂 就好比傾聽 牙看見綠草腿又兩聲 媽媽 情歌的歌唱 一唱到你呀 情不自禁的笑 天上的雨 那個回憶感覺很美好 很美好 真的很美好 到現在我們還是都還是 回憶那一段在唱 在那麼大的舞台唱歌的經濟 從一開始的反對到現在 跟我站在舞台上面 那個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而且是很多很多的愛 一個在台東部落長大的小女孩 在舞台上證明了自己的獨特 實現了她確實能引發共鳴 更能透過歌聲 帶來串起人心的感染力 阿力在我是歌手的五味拼搏 也實現了她把原住民文化 讓更多人看見的夢想 那段真的是狂傳狂傳狂傳 所以我們現在要再play一下 因為大家在狂傳的時候 就很喜歡 因為覺得 那好像不只是娛樂 不只是表演 是分享 是分享 而且是分享我的所有的 爸爸媽媽給我的愛 給我的音樂的成長累積 而且我這樣子看這些畫面 我都覺得很感動 對 因為以前這樣子他們就是 在念書啊 或者是我在歌唱去報名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他們那個反對的那個畫面 就一下子就出現 然後到現在又跟我一起站在舞台上面 到現在他們一直都會覺得說 那個經驗就是非常的難得 而且你的爸爸還不容易 因為他就那種鐵蒸蒸的那種陰漢 然後我相信你爸爸不是因為說 你今天功成名就了 嗯 好啦那我以前的認知錯 如果因為你功成名就 那我們大家就一起 不是他就是很愛你 對他非常愛我 其實他當初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反對我 我覺得他也是因為 可能我是家裡面最小的女生 然後 又 他們都一直說我很傻 然後 就可能怕遇到 就是怕我會 遇到 壞人 或是你無法 承受跟處理的 壓力 對 所以他們就覺得 因為我可能就是想法都非常的簡單 所以就很害怕我受傷 所以其實 那個時候他們的反對 我雖然那個時候也是很 也是很不聽話 因為就是 在那個時候 他會這麼的反對也是因為我在念書 然後就想要一直走這樣的 走 想要朝歌唱的路線發展 你有多大的叛逆跟衝突 因為你媽媽剛剛在訪問中說 我看他有時候 他那時候一定會緊張 他說有時候 你爸真的 就是很嚴厲的告訴你說 別想但是這個意思 然後你就會一摔門就出去了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真的很不孝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我是家裡面最小的 然後 姐姐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 在學校是做 走美容美髮 然後也是在學校當模特 所以他就覺得他就是 他的興趣就是走這一條 然後哥哥呢就是 屬於電腦掛的 所以他就把期望就放在我身上 他就說 你的爺爺也是警察 我也是警察 所以你當警察還不錯 真的 對 他還說你看女生當警察 拿槍多帥 所以你爸原來期待你 當警察 而且他每一次 只要有一些相關的 一些警察學校的資料 資訊呢 他都會給我 然後我就是 前面一兩次我就是 好好看一下 但其實我根本沒有興趣 女版陳建年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 你不覺得很帥嗎 然後我就 隨便拿了一個東西 我就這樣拿起來說 爸你不覺得我 拿麥克風更帥嗎 然後他就說 我不想理你了 然後反正就是因為在 他覺得 歌唱就是 只是一個興趣 我帶你去唱卡拉OK 我帶你去 就是這樣 就是隨便唱歌都好啊 為什麼一定要當歌星 哇真的跟這個 阿琳的爸爸致敬 從他那麼討厭 然後那麼排斥花花世界 然後他 因為這麼愛你 然後全家一起上 我是歌手的舞台 他心裡一定也百感交集吧 我們在第一次第九集的 一想到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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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一起上台 唱這個歌 這個想法到真的上去 你們討論了多久 討論應該算是很快 因為每一集的選歌的時間都很少 然後因為選歌跟想法都是我自己嘛 然後在三天內我就請爸爸聽 請媽媽聽 然後練習 然後 旁邊是爸爸媽媽 然後左邊那個是 他現在也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阿美圖的歌手 他叫大雄 然後旁邊也是我的一個親戚 他也是一個很棒的和聲老師 叫Brandy 然後右邊那個也是 我的大姐姐表姐巴奈 然後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在現場 就是彩排的過程中想的 你是說你們的律動 舞蹈 對 然後排就是排序啊 然後就是覺得不要太 呃 太 反正就是很自然的 可能在家裡可能就會跳的這種 我覺得越輕鬆 反而帶給大家就是大家會一起 跟著一起動 阿麗卡黃爸爸 黃媽媽 那對你來說 這一場 第九集 從過程 然後到你的唱完 你最快樂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最快樂的是 就是 我發現這個不是一個比賽 這是在一個分享 然後快樂的是 曾經反對你的家人 然後 把他們所有的 愛 就用歌聲 用舞蹈 來跟我一起分享 而且那一天啊 其實 爸爸媽媽都很緊張 肯定的啦 對 而且他們還跟我講說 因為前面不是一開始會有 動動動動動的聲音嗎 然後我媽媽也跟我說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血壓升高了 我是不是忘記吃藥 然後結果我爸爸才跟他講說 那個是音效啦 他怎麼一直聽到他的心臟跳動的聲音 也太大聲了 很可愛 那爸爸的緊張表現在什麼地方 後來你們有討論嗎 應該有聊 有 然後他說他在後台其實有偷喝一點點 讓自己的 對 讓自己的心情可以舒緩一下 因為他沒有見過這樣子的場面 對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看是舞台喔 然後你要想像那個 阿令的所有親朋好友 為了跟他一起迎接這第九集的比賽 他們往下看到的是 都是觀眾 就是要投票的觀眾朋友 那你現場得到工作人員的反應 跟回饋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都 真的很享受很陶醉 對 而且我發現就是除了帶動大家的氣氛之外 我也發現就是台下有很多人是 因為這首歌是快歌 但是看到台下是 有幾個朋友們是哭著的 然後我就有問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是感動 感動的是因為他們長期在外面打拼生活 很少跟家人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家人站在台上的時候 他們就想到就是很久沒有回家了 很久沒有跟爸爸媽媽聊天了 所以就是 他說那個愛就是 給了他們很多的感動 所以你看是你們 全家承受了那個殘酷的比賽壓力 但是你們 帶給別人情感的釋放跟交流 這就是音樂的本意啊 就算你今天在那邊唱一首歌給我聽 你要帶給我的感動也是這樣 對 其實我其實到這幾年 算是這一年 我才慢慢了解到我唱歌的意義 以前就是覺得 我想要分享我的歌聲 可是一直覺得 我那個快樂 那個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我為什麼唱歌會這麼快樂 原來我是藉由我的歌聲 可以得到這麼多人的回應 就是告訴你說 其實我在你的歌聲中 我找到了一些出口 可能我沒有辦法去用我的 很快的方式去解決 但是我聽到你的歌聲 我聽到你的一些故事 一些歌詞的內容 我得到了一些救贖 就是可能抒發了我一些 可能原本有的壓力 所以其實我得到的快樂 是來自於這裡 所以唱歌現在對你來說 我覺得它過了求生存 跟求立足的階段 然後你慢慢的 你講的其實就是 它不是成就你自己 對 然後互相成就 互相成就 唱歌就是 其實它的技巧 其實是來自於 最深層最深層的 那一個感動 就是你唱出來 你可以感動到大家 那個就是 最棒的技巧了 因為最終感動 要感動自己 你才可以感動別人 多樂趣 那個叫我 愁快樂 你不願意 為何要讓人 我還記得 也可以感動別人 腳步伸 總是刺耳 害怕寂寞 就讓狂歡的城市陪我關燈 其實哪怕就為再多人 感覺還是一個人 每當我笑了 心卻狠狠地哭著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那麼愛我的你 給我一個理由放棄 當時做的決定 有些愛越想抽離 去越更清醒 而最痛的距離 是你不在身邊 卻在 我的 心裡 我找不到你要忘記 大雨裡的別離 我找不到你要放棄 當雨裡的別離 我找不到你要放棄 當雨裡的別離 我等你的決心 有些愛越想抽離 卻越更清醒 而最痛的距離 是你不在身邊 卻在 我的 心裡 我 想你 我們回頭來講 那個比賽本身 還有很多討論 都是選歌啦 我就說 它有正面的建議 可是某種程度也是一種雜音 因為音樂跟唱歌本來就是很主觀的 你自己怎麼去分辨 就是你要聽進去 然後 你分量要放多少 然後哪一些 你到後來你真的 了解的就說 那個是雜音 好 就不要緊到心裡 滿修煉的 這個過程 我們講選歌好了 其實選歌 很多人都說 我選歌都讓他們 嚇一跳 有的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很期待 我可以就是 飆高音 然後就是用喉啊 然後就是去 高難度 對 高難度 讓大家就是聽到 哇 一鳴驚人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 唱歌 就是 其實它的技巧 其實是來自於 你最深層 最深層的那一個感動 就是你唱出來 你可以感動到大家 那個就是 最棒的技巧了 然後 就是在選歌的時候 我都會聽 比如說製作人的意見 然後 工作人員的意見 所有 我都會讓他們全部聽 我唱 因為我每一次選歌 都選非常多歌 進錄音室錄 然後編了很多首歌 因為 最終 感動要感動自己 你才可以感動別人嘛 然後 我在唱這首歌之前 我都會講一些故事 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然後 也有很多人就是 會跟我一樣說 原來我跟你一樣 也是有同樣的故事 所以其實不只我自己在唱自己的故事 我還可以代入到 在聽歌的朋友們 因為我有的時候都會幻想 我在唱歌的時候 我會不會跟他們就是交錯的 其實 我是在台下聽歌 他們是在台上唱歌 對 有關照的 對 有關照的 所以對你來說我懂了 就雖然是在比賽 但是要不要炫技呢 那炫技的這個技巧的 這個技這個字 在阿琳的心裡是什麼呢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滿足全世界 那我們就要誠實的跟自己對話 對 簡單T恤 牛仔褲 私底下的阿琳很隨興 這一天 她要帶我們回她的家鄉 沒想到從台北上飛機時 太陽還大到睜不開眼 一到台東 卻突然輕盆大雨 可能就是這樣子的環境 給我這樣子的一個樂觀的個性 所以其實我對每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樂觀的 隔了三個月才終於抽孔回家 卻遇上壞天氣 阿琳心情絲毫沒受影響 她說東台灣的天氣本來就很多變 卻也影響她的人生觀 永遠做好準備 然後保持樂觀 回來囉 下雨了 愛怕 你回來啦 、嗨 嗨 哈囉 嗨 身邊都是我的家人 媽 嗨 我回來了 妳每一次都 要回來或是怎麼樣 您要事先跟我講 就想說這麼自然啊 突然間…… 突然間這樣子 很恐怖耶 很恐怖耶 瘋 哎呦 不要瘦了 你不要瘦了耶 阿令終於可以完全卸下 明星的沉重武裝 真實做自己 小小的庭院走廊 是阿令家人們 每天閒話家常的地方 邊做家事邊聊生活所事 是阿令很懷念的小時候回憶 每次回來這邊 其實都沒有什麼壓力 反正都是很放鬆 就很像回到小時候的樣子 你可以鬧 可以開玩笑 唱歌 都沒有什麼束縛在 跟著家人一起哼唱 哲宇彭夏就是舞台 鍋碗瓢盆都是樂器 家是支撐阿令 繼續往前的力量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家始終都是我的一個 很大的依靠 就像我們家的樣子一樣 就是後面是山 前面是一個大海 總是會有人等著你 回來擁抱他們 拼命的在尋找著 真正完整的自我 城市閒鬧的霓虹 卻帶來寂寞 去台北的那一年 阿令十九歲 一個人離開溫馨美麗的小部落 勇闖陌生繁華的大城市 一心追夢 十多年了 一路走來還能堅持率真 很難得 閃閒胎 閃閒胎 我來了 我是那個阿令 是喔 沒有看到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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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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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注意力量 好注意力量 不論什麼事 總是很能自我解嘲的阿令 其實是習慣把心事放在心底 看似順遂的演藝錄 也曾有曲折 兩年前 阿令才剛開完小巨蛋的演唱會 前東家卻無預警解散 讓阿令的唱片合約突然中斷 那個時候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說 公司解散 就是公司可能那個時候合約的問題 然後讓我有這麼大的壓力 可能那個時候也會想說 可能就沒有人聽我唱歌了 可能就之後就到這個時候結束 所以那時候就有那個 呆狀性套陣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個是 真的壓力大到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常見到他 有時候我會在那邊好想說 在他的旁邊能夠好好照顧他 他媽媽的想到你都很難過 都好難過 都好難過 阿令的低潮 母親都看在眼裡 卻只能在旁默默支持 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 阿令回到他最熟悉的地方 海應該算是我的 很像是我的蟑螂屍一樣 你知道他就可以安撫 就是安撫我的一些不愉快的情緒 讓我看到的時候 就算是看到書裡面的海 或者是電影裡面的海 就會覺得好像在這個時候 好像就瞬間回家了 你能體諒我又遇見 我單純你都瞭解 我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間 我突然發現 人生的路上誰都有雨天 只是要看怎麼面對 阿令告訴自己 只要不放棄 永遠有機會 沉寂了一段時間後 再次站上舞台的她 像是脫掉了以前小女孩的青澀感 更顯成熟自信 我自信每一天 你們的腳有在舞空嗎 我給我再去唱 今年是阿令豐收的一年 參加我是歌手紅片兩岸 又出新專輯 還有兩場小巨蛋演唱會 光是上半年 CY有十六場商演等著她 她說也許就是因為 當時的隨遇而安 感染到周遭的一切 逆境便出路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 就覺得說沒關係 明天還是有機會去做好 你想要做的事情 今天做不好沒關係 明天還有時間還有機會 樂天更帶著強韌的生命力 讓阿令一直能不停蛻變 她越來越清楚 原來自己是因為家人們 滿滿的祝福和愛 才能繼續站上舞台 她知道無論外面的世界 有多喧囂複雜 家是她心靈的避風港 最厚實的支撐力永遠都在 海是很大的安慰 非常大的安慰 而且現在就是 因為工作忙碌 但是只要到 可能到別的城市看到海 就會覺得哇回家了 是喔 對就會覺得離家裡非常的近 所以以前就是在海邊這樣子走 然後唱歌 然後就覺得那個海跟我 然後就是 陪你 對陪我 就是都不會離開你 因為她就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有的時候 可能到一些海外表演 然後就會看到海的時候 就會覺得 回家離家裡好近 瞬間那個壓力什麼忙碌的那些 身心疲憊的都沒有了 還沒當警察變暗巡了 我們看了 阿玲的家人喔 可愛 但是還少黃甘霖 內甘霖 對 這個阿玲的老公啊 我要請阿玲告訴我們 真的很逗啊 她去聽她駐唱的時候 很想點一首歌 對 然後那時候她是用中文寫對不對 對 點英文歌 哈哈 怎麼點的 我真的是覺得好有意思 來來來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是 這是什麼歌名 然後就是 歌星的歌這樣 然後她是怎麼樣寫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駐唱的時候 就是叫阿玲 她就點了 什麼 好多阿玲 但是她是要點 How do I live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是要點How do I live嗎 她中間副歌 妳會哼一兩句就好 How do I live without you 她要點這一首 大家都知道的 對 然後她就點這個點歌單點上來 然後想說 How do I live 就是我要唱 How do I live 因為我 欸妳還跟她超有默契的 對對 反應就很快 就想說 因為我之前有聽 她說她很喜歡聽這首歌 然後那時候 她就點了這一張點歌單 然後那時候就有點 就是要讚美我的嘴巴很美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告訴自己說 不要美食 一定要保持著 妳當初為什麼想要 主夢 要當歌手 要做一個 妳想要唱自己歌的 的一個歌手 的一個歌手 還要唱自己的歌才好 她就出了一首歌 跟蔡彤彤 falei 事務 Governor 他的歌手 練習 那時候你太太好 和蔡彤彤 Hasta 第五次歌手 讓摻 營彤.... 尹重 情态如今 咽下风铃 摇晃曾经 唯一是一康康无踪 渐渐的风景 爱始终年轻 让我听见下雨的声音 想起你用春雨说爱情 热恋的时刻 最任性 不顾一切的给约定 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 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 发现你始终很靠近 默默地陪在我身边 态度坚定 你23岁结婚嘛 然后现在可爱的女儿已经小一了 你觉得你结婚 然后当妈妈 这一个跟一般女性歌手 还有在你现在这年龄 比较不一样的人生经验 它怎么样丰富你在歌曲的诠释 还有它怎么样让你在唱歌这件事情 你自己知道变得不一样 对 因为可能就多了一份角色跟多了一份就是成了妈妈跟太太 你就会多了更多的爱 然后在唱歌的时候更成熟 而且你看的就是不会这么的简单 那个爱是更广的 所以我在唱一些情歌的时候啊 反而就是不会再以一个 很像是一个难过的女生 反而是要告诉大家是要更 更坚强爱自己 别人才会来爱你 所以不只唱情也唱爱 对 也唱爱 你想他们的时候怎么办 你后面一直到 我们现在才算是春天 你一直到2016年 你能够跟女儿和先生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稀薄的 我们现在都用 现在最发达的科技就是视讯聊天 现在就很方便 然后也很辛苦他们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伟大 然后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后面支持我 就是连在那个时候 有一阵子就是公司 我的前东家就是在一些就是公司上面的一些 中文不解散 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害怕 然后甚至有一点就是想要放弃 然后你就看到就是最爱的人家人们 就是给你更大的支持跟鼓励 而且反而是他们来安慰你说 你就要这样放弃嘛 你最爱的东西你就要这样子自己舍弃掉 然后家人们这样鼓励你 好像觉得好像对不起他们 因为他们原本这么的这么鼓励这么的支持你 没有想到在今年就是 就是真的事事真的难预料 然后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我 让更多人除了关注我阿令之外 还关注到音乐上面的我 歌声跟歌声里面的情感的诠释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 参加过这么多比赛之后 其实你的工作本质还是一样 是一个充满了很多你不能控制的变数 所以在德跟诗之间 你现在比较以前会怕 现在比较不怕的部分是什么 现在就是每一天幾乎都有工作 很累很充实 但是我很满足 我觉得以前就会 会觉得期望很多 然后虽然就是牺牲掉跟家人的时间 但是他们不断的支持我 让我可以拥有现在的成绩 所以我会更珍惜 每一次能够表演 每一次能够跟大家 见面的机会 珍惜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在最后阿令我想问你 爸爸当初对于你要把唱歌变成一个专业 他很担心这个花花世界太复杂 走到现在阿令 然后出了十张专辑 然后你开始在两岸三地的华人圈 很多人都认识黄莉琳了 从以前到现在 你怎么样在复杂的环境里面 保持一份单纯 可能我觉得就是我每一次上台 或者是每一次到每个地方 都会保持着第一次的感觉 因为其实这个习惯是我在发第一张的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发第一张就是巨星 然后走在了 几岁 那时候才二十三 二十二二三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哇发唱片就是大明星 走在路上就是想说 等一下他们会认出来我是谁 然后就一直看 然后就是还会遮遮掩掩 奇怪好像没有人认识我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迷失 就会觉得说原来不是出唱片 然后发第一张就是全部的人都认识你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告诉自己说 不要迷失 一定要保持着 你当初为什么想要 要做梦 要当歌手 要做一个你想要唱自己歌的一个歌手 所以我就会告诉自己 以后每一次上台 都是你的第一次 你要好好的珍惜 今天非常谢谢阿玲 谢谢你 谢谢你 祝福你家人 谢谢 注意健康保重身体 把更多的歌声 带到更多人的生命里面 也许一首歌 改变了他们 鼓励了他们 那是最大的恩赐 谢谢阿玲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